PlayStation 5主机 由推出至今,一直供不应求 Sony SIE 不单无法进一步增产 反过来,在8月25日宣布 将在7个地区提高建议零售价 当中包括日本、英国、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澳洲和欧洲 从来游戏主机推出后 只会因为生产线成熟 开发成本低了而减价 反过来加价 可能是全球首个先例 SIE的CEO指 受疫情影响 机内各种零件的供应链已经相当紧张 加上全球物流大幅加价 全球高通胀率 和不利的货币趋势 唯有作出艰难的决定 香港区虽然未受影响 但当中国国行贵了50欧元 对PS5主机需求甚大的内地玩家 一定会使得炒家 花更大的力气 在香港炒贵港行 与此同时 日本也加价 香港玩家 想进入日本的水货机 成本都变高了 我相信未来将更难以增加 买到PS5主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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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